有时也会有两国领导人不通过翻译直接在电话中交谈的情况 比如有着中国通知称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经用中文和习近平在电话中交谈 去年7月9日再次出任澳大利亚总理不久的陆克文曾经发挥过程 昨晚我在办公室和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 我们用中文谈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一些中澳亚太地区和国际方面的重点 我和习主席都很重视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 我也借这个机会邀请习主席明年来澳大利亚访问 以及参加在布里斯班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该微博还配发了陆克文通话时的照片 可以看到现场还有两位工作人员陪伴 早在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的直通电话通信线路就正式建立 首脑专线是通过太平洋顶的电缆直接通往双方的政府首脑办公室 并且设有一根备用线路 紧急情况下可以利用任意线路通信 并且通信密码使用一次就会更换 通信器材和密码由美国航天去准备 美方通信器材放在五角大楼后再传到白宫 一般双方是24小时直班体制 进行技术维护和首脑通话的翻译 技术人员每个月会进行技术保养 内容包括信号确认 施呼叫等 美方的最终通话不是在白宫一层的总统办公室 而是在地下一层的紧急事态办公室举行 而中方则是在中南海行政殿旁的办公室内进行 若中美首脑通话的紧急程度不高 事先会通过中美外交部约定时间进行 除了最高领导人丰富多样的沟通管道 最近几年中美之间在各层级 各领域 各行业 都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对话交流机制 习近平在第一次加州协奥会的记者采访中 就曾经隶属了这些交流机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第一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政治意见 第二呢 40年的中美合作的积累 我们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合作基础 第三呢 中美之间以九十多段机制 我们建立了机制的方丈 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定期交流机制至少有四个 包括中美人权对话机制 每年一次的中美商贸联委会 每年两次的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 每年两次的中国全国人大 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机制 此外 2009年开始实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定位 开始变得更为专业也更为明确 经济 能源 环保等议题均被纳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之内 而政治和安全领域也受到了更多关注 可以说 专业化有助于中美通过战略对话这个平台 更加深入的交换意见和寻求共识 是中美战略对话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 中美之间的交通机制不断地在完善 但是领导人会晤 因为前面两个月不是沿途见面的嘛 他就不好意思吵架了 今晚以后他好歹有点成功 他这个热度又会延续两个月 所以一次见面反这个是个月 还有哪些 比较常用的 反正跟十年前相比吧 中美关系是要承受得多 包括形式也承受得多 所以定期见面 直接电话联系 信件来往 特使外交 当然还有就是高官护法 高官护法应该讲还都是元首意识的代表 对话管道不断增加市值 你看几年前我们还说中美人有60亿管道 去年习近平在加州双委员会 就一下子演讲就算了90几个关道 现在这几个月又增加了不少 一年多 一年多来又增加也有可能 中美目前的交往 无论是政府的各层级之间的 沟通机制的建立 还是中美的外交能力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中美因为有一些 跟本地上的不同 所以还有一些分歧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也不能够通过 社会这样的机会来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问题的分歧 这个需要创造性的思维 中国角度来讲就是这个推进 就是拉着美国一块 搞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的应对其实是种传统 它不是超乱气思维 那么中国力图走一个先锁棋 虽然美方不肯用新型大国关系 这样的词汇 但是显然美国已经在用最重要 来定位中美关系 但同时美国也不会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 所以说金先生您觉得这个亚太再平衡 能够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进行一个调和吗 这里面需要一点努力吧 其实美国用最重要来形容中国的 不是克里最近讲的 因为克里11月4号讲话新满 大家注意到了 其实希拉里就这么讲 希拉里在两个场合讲过 一个是在那个 Asian Society 亚洲协会 那个华盛顿分布 还有一个在交集团都讲过 中美关系如此重要 将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 所以呢 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早就知道了 这不是新的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奥巴马在重视中国以后呢 他把他的战略中心过来 然后呢 主要用军事 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国是比较大的 中国呢 希望摆脱大国政治悲剧 因为我们习不习不习 在讲话 我从不可以看看 这是他同意 那么 但是他现在还在犹豫 就是说 他是通过跟你合作 在空间新的大关系 还是对你施加一定的压力 来建 塑造你 这两个问题 他的摇摆 合作是一个事 而且他没有采取 那么 中国在合作当中 但是主要要施加压力 所以这就有矛盾了 那么 看看这一次白楼会吧 我们中国呢就是希望 去影响它 这个让奥巴马清楚 就是中国啊是无法由美国来塑造它 中国一定会走自己的路来 中国太大了 历史太深厚了 中国人太能干了 他还要杨烈过去 就没有做到 叶子浪 你也不可以 你接受中国 然后大家 相信而行 如果奥巴马能够 在华人会之后 改变他过去四年的 亚洲灾片和战略 那么 从规范最后 公共和中国 中国 就完全是不高一点 但如果他继续坚持过去四年的路线 你新行道关系这个事论来和他那个亚洲灾边盘还是有矛盾 中美新行道关系和亚洲灾边盘其实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中美新行道关系是中国试图去和美国去构建一个双边关系 亚洲灾边盘是美国针对中国所提出的一个地区政策 那么在我看来和亚太灾边盘相对应的策略 从中国的角度是一路一带这样一个策略 是地区政策 这个亚洲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政策 那么但是呢如果把这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放在一起呢 还是有这个意义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交集 就是中美新行道关系和亚太灾边盘 它的交集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亚太 我们中美双方在这的时候也开诚不过就讲 新行道关系的关键在于中美如何在亚太互动 那么如果说中美能够在亚太进行好的互动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实现共鸣护云 那么中美新行道关系的构建就成功了一半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能够协讨的 是能够去调和的 美国人他的性格就是 他是如果你是做事情干脆直接而且自信的话 他愿意给你打交道 关系统查理 广告之后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中国从亚新到现在的APAC可以说我们的主场外交展现了绝对的大国的信心 这种大国的自信会给美国传递有什么样的信息 以我和美国人的交流来看 他其实是目前看来 还是比较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样一些主场外交的 美国人他的性格就是 他是如果你是做事情干脆直接 而且自信的话 他愿意给你打交道 他不喜欢你这个绕来绕去 说一些就是让他觉得不是很理解的东西 那么中国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很清楚地做出来 然后和美国进行解释 我为什么这么做 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些这个意图的沟通 那么同时让美国尊重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 那么这其实是中国通过亚信和泰克这两个主场外交 部分的确立了中美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互动模式 美国对中国现在这个强势呢 他的态度比较土大 有些人不保险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